在1990年開始拍攝 大概拍到1997年 1997年之後還有一點 但主要我看的相片是1994、1995、1996年 即是在1997年前拍攝 因為在室境拍攝 在街上拍攝、商場拍攝 自不然很多時代氣息都自自然會走進鏡頭 1997年之前 我們記得有一個很厲害的炒樓營 當年香港中產階級 要辨認自己身份 第一樣一埋頭就是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單位 看樓除了是安居樂業 還是一種身份 看樓的相片是高角度拍攝 透視到幾個示範單位 各人有各人的夢想 例如畫漫畫 有些氣泡在頭上放出來 當時一代中產 在1997年很大的惡夢與好夢之間 未爆未發之前 還在走這種 自己習慣了超過十年 香港不斷上升不斷富裕的狀態 整個香港1997年前 那種既恐慌亦繁華的狀態 另外有一些照片 例如有一幾張照片 不斷有米奇老鼠出現 在時代廣場 頂著半邊天 對面有一堆待拆 未拆的舊樓 這就是1997年前或是1997年後 香港要變成一個適應新時代的城市 要靠迪士尼公園幫忙推一推 變成一個這樣的營 就算我們不打大過橫握 1997年香港的社會轉型 其實已經全部在這裏 即是社會形態在這裏 但我喜歡你的照片沒有這些 不是很多的 即是不會特地拍六四集 不會特地拍角質回歸 平民就真的很平民 平民喜歡的就譬如 染髮、玩電子遊戲機 破狗出街 三個馬丫佬在街上封煙 即是這一種很平民很靜止的狀態 當我們不過份閱讀 其實每一個就像snapshot 即是香港平民的角色平台 即是snapshot 場景是很局限的 譬如你的展覽模很期待 你選了五十張照片 放到大一大 然後將它並排放出來 你會見到就像我們組織那些 積縮puzzle那樣 就像一格一格歸位 這麼多格加起來 原來就是香港九七之前 的看樓、研發、打機、商場 香港平民就是如此度過 九七前的幾年 特別當我們2018年去辦展覽 時間已經過了這麼多年 我們對於歷史已經有些事後的感覺 我想今天看相同關係 當時我在容姬或之後看那批相 心情會略略不同 一定會將那個時代的氣息自己擺進去 一定會覺得這些其實是九七前的香港狀態 如果這樣看就多了一層意思 可能以前我寫時就看你那批相 是進去的 身在其中 九七其中我們這兩個人 那種很直接的反應 是微觀的 是說眼眉、眼珠、手指的東西 如果我們二十年之後 再看這齣照片 其實已經加了一個香港轉型 香港經歷了二十年 那個無歸祖國之後 那種種的社會變化 和那個心情的轉化 我們會將這些東西當畫外音 去再看這些照片 我想就更加會多了那個宏觀一點的層面 所以我就很期望 你這次的展覽 不是吃老本 不是拿一些舊照片出來 或者是懷舊 而是一個新時代有一個新的訊息 所以我會去評論 現在是一個 你會看看這對手